你好啊,我是禅心童子,欢迎订阅心灵禅运这个频道,我会带来很多有趣的禅宗故事。 今天是正月初一日,弥勒佛圣诞。 对于这尊菩萨,但凡来过寺院的人都不会陌生。 每当我们走进寺院,首先看到的便是那个坦兄怒父,笑脸相迎的弥勒佛。 弥勒为什么既是菩萨,又是佛呢? 为什么所有的佛都无比庄严神圣? 所有的菩萨亦极尽华美高贵,唯独弥勒不修蝙蝠,活脱脱就是一个平常人的模样呢? 指此数胜之日,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词弥勒菩萨不可思议的功德。 跟随菩萨六度祈修,在这个新年礼福会双增,欢喜无量。 不拘小节的佛弟子 弥勒二字乃菩萨之姓,亦为慈世。 菩萨之字为阿异多,亦为无能胜。 因为弥勒菩萨多修慈心,多入慈定,故以慈世为姓。 菩萨所修慈心最为殊胜,故以无能胜为字。 弥勒菩萨在历史上却有其人,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应现世间,生于印度波罗奈国结波利村波,婆利大波罗门家。 其父家波利是波罗奈国的宰相,他生而相好庄严,聪慧异常。 相世为菩萨看向后,曾经意地说,此而聚祖罗王像,长大必然要登转轮受亡。 这话很快传到国王耳里,满朝文武惶恐异常,怕国内要发生政变,急于密德辞子,加以杀害。 其父欲赶大祸临头,即将其逆藏于旧父家中。 等到菩萨长大,旧父即令其见佛文法,从佛出家。 由于菩萨从小生活在经济富裕的族世家中,出家后依然交友族性,喜爱穿着。 曾有国王将一件金与袈裟供佛,佛将他赐给朱比丘,大家看到这般华丽的袈裟,谁都不敢要,为菩萨受之,并天天穿在身上,到处几时。 弥勒菩萨在《冷艳经》中曾自述道,亦我往昔,有佛出世,明日月灯明,我从彼佛而得出家,心中名利,好友族性。 法华经续品中文书菩萨也说他心肠怀懈怠,贪着于名利,求名利无厌,多友族性家。 这些都说明他这一习性的养成由来已久。 其实,弥勒学佛的历史比释迦牟尼佛还要久,但他虽然重视会学,却也喜好交友,在意吃穿,勇猛精进方面不如世尊,结果是后来者居上了。 在弥勒菩萨所问本院经里,世尊曾回忆说,弥勒发意献我之前四十二节,我与其后乃发道意,与此先皆已大精进,超越九节,得无上真正之道,成罪正诀。 释迦牟尼佛的接班人 弥勒菩萨出家后,生活或修学,不与小城比丘为武,而宇文书、普贤、观世音、大士智等大菩萨同事,所以在大成法会上,弥勒都占有重要的席位,如华严经弥勒菩萨,顾现楼阁,而令善财入于法界。 法华会上与文书共认流通,解身密经中释迦以瑜伽了一支教,传与菩萨,令其九百年后唱红于世等等。 释迦牟尼佛在他的众多弟子中,对弥勒总是另眼看待,并选择弥勒做接班人,予以授济,赐当作佛。 这件事引起一些比丘的非议,在他们眼中,弥勒菩萨是一个不休禅定,不断烦恼,未尽猪漏的凡夫,世尊选择这样的一个人接班,着实令人费解。 其实,弥勒菩萨的精神所体现的,正是着重立他的大成气象,于立他中实现自立,完成佛国一正庄严。 弥勒菩萨先于释迦牟尼佛入面,他上升到都帅驼天弥勒内院,等待将来机缘成熟,下生人间,弘扬佛法,广度众生。 根据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的记载,在过五十六一七千六百万年,弥勒菩萨当下生于严附体,正得佛果。 弥勒菩萨下生之时,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环境优美,四海大同,国土富盛,五谷丰登,自然祥和,社会安宁。 那时的人民相貌美若天仙,寿命长达八万余岁,无病无灾,福乐安康。 届时,弥勒菩萨将在龙华树下成道,举行三次大法会,即龙华三会,初会有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,二会有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,三会有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。 弥勒菩萨受命八万四千岁,但涅槃后一教存世一万四千岁。 菩萨在中国的应现,弥勒在东帅天内院,不动本纪,应现十方,若乏若胜,不可限量。 相传我国五代梁堂时,布袋和尚是弥勒的化身。 布袋和尚,法名契祠,号长廷子。 他是凤化县城北长廷村农民张仲天的养子,在越林禅寺出家后,曾与海边的天花寺常住。 由于素距临根,契祠很快豁然领会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。 开悟之后的契祠在江浙,福建一带云游多年。 直到光化年间,九百年前后,才重返明州。 此时的他形体肥胖,宽心大肚,云末无常,举止癫狂,时常以缠障和一只布袋出入街市。 他所有的用具尽数存放布袋之内,所乞讨到食物也散入其中。 有时他把布袋里东西倒在地上,一一个展示给人们看,并询问,是什么? 他的那只布袋似乎无所不包,无所不能,因此人们都称他为布袋和尚。 布袋和尚居无定所,随地坐卧,但居血水中而依不失,除处寒而无言了。 只要他身穿缩衣在街道上挤走,片刻之后就会下雨。 而他脚踏木鸡在大桥上倒立,天气则会由阴变晴。 他无意之中示人祸福,无不应验。 他身边经常围绕着十六个小儿,与他在街头追逐嬉戏。 人们却不知这些孩子来自哪里,又去向何方。 布袋和尚貌似疯癫,但他的话语之中往往蕴含着深奥的哲理。 他的举止看似荒唐,却更像馋者的作略,举手投足都在掩饰禅机。 后梁真名三年,公元917年3月3日,布袋和尚家夫,端坐在月林四东廊下的一块大金石上,说祭曰, 弥勒真弥勒,分身千百亿,实时是世人,世人自不识。 祭弊,安然说话。 直到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,原来布袋和尚就是弥勒佛的化身。 更神奇的是,在他死后,人们还经常在其他地方, 例如杭州、岳州、金绍兴、天台山等地, 看到他杖头挑着布袋,招摇过世,于是,人们争相描摹他的形象供奉。 而他油画过的广大江浙地区,首先以他那坦胸怒腹,笑口常开的造像, 取代了原来英雾庄严的弥勒佛像,进入了各个寺院的天王殿。 千百年来,人们一直期盼弥勒早日出世,给世界带来光明与幸福。 各个寺院在新年一时,正月初一要举行弥勒菩萨圣诞的诸圣, 念诵纳摩当来下生弥勒尊佛, 这表示学佛人新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共同发愿, 期待弥勒佛早日下生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。